在过几天 北汽福田生产的50辆新能源客车将交付北京公交集团投入运营 除了普通汽油机 这些车还装备了电动马达 可以自动在汽油驱动和电力驱动之间进行转换 它的节油率是超过25% 同时它的减排效果也非常好 早在2005年 北汽福田就研制出第一辆混合动力客车 尽管节能减排效果出色 但高出普通客车近一倍的采购价格 让众多公交用户犹豫不决 今年2月 国家出台政策在全国十几个城市开展试点 采购新能源客车能获得最高60万元的补贴 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取高贺寡的新能源客车一下有了很多之音 光北京市一次就向福田采购了800辆混合动力客车 政策撬动了市场 也激发出企业更大的热情 北京建起了占地1000亩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化生产基地 未来三年 作为整个北京汽车来讲 我们将实现新能源汽车占到总的汽车销量的5% 在杭州 万象集团投资13.65亿元的纯电动汽车锂电池生产基地也开始兴建 作为国内最大的汽车零部件企业 万象已经把电动车关键零部件动力电池的生产成本降低了50% 那么新能源车的技术研发应该来说取得了突破 很多技术在国际上达到了先进的水平 为后续的产业化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有4050家整车企业在从事新能源车的研发生产 光在今年的上海车展就有4050辆这样的新能源车给大家见面 3月一个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在北京宣告成立 短短两个月已有300多家单位加入 既有科研院所整车企业 也有零部件企业和终端用户 他们要在产业化生产方面展开紧密合作 正在意大利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 当地时间20号上午 与意大利参议院议长斯基法尼举行会谈 双方就两个关系 以议会交往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斯基法尼对吴邦国委员长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 意大利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视中国为重要的战略伙伴 认为吴邦国委员长此次访问 对推动一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 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吴邦国首先对一个多月前 意大利拉奎拉遭受严重地震灾害 给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再次表示慰问 斯基法尼说 意大利政府和人民 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的宝贵支持 表示衷心感谢 吴邦国积极评价了双边关系 他说 当前中意关系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中方愿意与异方携手努力 从两国经济互补性强这一特点出发 继续保持务实合作的良好势头 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 创新合作方式 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推动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 在谈到议会交往时 吴邦国说 我这次访问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 要进一步密切两国议会的交流与合作 为双方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双方即将签署的建立定期交流机制的协议 是两国议会关系成熟的重要体现 事实表明 议会定期交流机制已成为深入对话的重要平台 中国全国人大愿与意大利参议院一道 充分利用这一平台 丰富交流形式 充实交流内容 一是 保持议会高层交往 增进相互了解 深化战略互信 二是 密切各专门委员会 友好小组和办事机构之间的交往 深入开展 治国理政和立法监督等方面的经验交流 三是 加强在国际和地区议会组织中的磋商与配合 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看法 协调立场 维护共同利益 斯基法尼完全赞同 无邦国对两国关系的评价 和加强两国议会交往的建议 他表示 意大利参议院愿在各层次各领域 密切与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 深化政治互信 推动互利合作 为促进一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做出不懈努力 吴邦国还应询介绍了 中国在发展本国经济 应对国际区域 促进结构调整 加强节能减排等方面的情况 斯基法尼说 中国的快速发展 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是对世界的重大贡献 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 带来重要机遇 一方乐见中方在国际舞台上 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会谈结束后 吴邦国委员长与斯基法尼参议长 共同签署 中国全国人大与意大利参议院 建立定期交流机制的协议 还共同会见了记者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揭秘州长李建国等中方陪同人员 参加了上述活动 吴邦国委员长 是在结束了对米兰的访问后 与当地时间19号乘专机抵达罗马的 抵达罗马时 一方在机场举行了欢迎仪式 吴邦国委员长 在意大利前总理 参议院外委会主席迪尼的陪同下 检阅了仪仗队 中国驻意大利使馆工作人员 中资机构华侨华人代表 也到机场迎接 各位观众 这里是捷克首都布拉格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5月20号下午抵达布拉格鲁金机场 出席第11次中欧领导人会晤 会晤后 温家宝分别会见了捷克总统克劳斯 和过渡政府总理菲舍尔 并于当晚结束访问 离开布拉格回京 会晤中 双方在坦诚务实和友好的气氛中 就进一步发展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气候变化等挑战 深入交换了意见 达成重要共识 温家宝说 中欧关系的发展 体现了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与最大的发达国家集团之间的互利合作 体现了两大古老文明的友好交流 使不同社会制度的坦诚对话 顺应历史潮流 合乎时代进步的要求 汇集中欧人民和整个国际社会 中欧实现共同发展 和谐发展 从根本上有利于世界的和谐 与可持续发展 温家宝指出 中欧关系核心在战略性 内涵在全面合作 关键在与时俱进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 中欧要坚持战略伙伴这一基本定位 以扩大务实合作为主线 把与时俱进作为着力点 坚定信心继续携手前行 推动双方关系全面深入持续发展 温家宝表示 要充分发挥中欧领导人会晤 对双方发展的战略引领作用 充分发挥中欧经贸高层对话 和各种磋商机制的保障作用 推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充分发挥法律框架的稳定作用 尽快就商签中欧伙伴合作协定达成一致 温家宝强调 中欧战略合作最重要的是 坚持相互尊重 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照顾彼此重大关切 妥善处理敏感问题 使双方关系不因一时一世而受到影响 希望欧盟尽早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解除对华军售禁令 这对欧盟和中欧关系有利 欧方表示 欧中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关系 具有战略性和全面性 发展潜力巨大 欧盟高度重视加强 同中国的对话与合作 积极致力于深化 欧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愿本着坦诚开放的精神 进一步密切欧中领导人会晤 欧中经贸高层对话等机制 加快欧中伙伴合作协定 谈判进程 推动欧中关系 更富有成果 有效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和挑战 欧方重申 欧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欢迎并支持台海连岸关系和平发展 欧方愿意公正客观的方式 对待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有解决对华军售禁令问题的政治意愿 双方领导人重点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交换了意见 温家宝说 在应对危机方面 中欧利益是一致的 共识是广泛的 要齐心协力 共克时间 为世界经济尽早复苏 做出贡献 欧方表示 欧方赞赏中方刺激经济 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措施 取得成效 中国经济保持增长 有利于欧洲 有利于世界 欧方致力于发展 同中国互利双赢的经贸关系 希望积极参与中国市场开放和经济发展 双方同意 要以实际行动 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 中方将在近期 再向欧洲派出采购团 增加从欧洲的进口 欧方对此表示感谢 双方表示 将进一步促进相互投资 加强在中小企业 贸易便利化 科技 交通 邮政等领域的合作 中方希望欧盟放宽对华高科技产品 出口限制 培育中欧经贸合作新的增长点 推动贸易投资持续增长 双方同意 加强在宏观经济政策和财经领域的对话 密切沟通和协调 共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取得进展 温家宝全面介绍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主张和具体措施 强调 尽管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不能动摇 行动不能松懈 中方愿与欧方一道 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推动年底哥本哈根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欧方表示 注意到中国节能减排取得的成效 认为中国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 希望双方发挥互补优势 加强合作 共同努力使哥本哈根会议达成协议 双方还就能源安全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看法 并商定今年下半年在北京举行第十二次会晤 会晤后 中欧领导人共同会见了记者 温家宝说 今天早上我坐了十个小时的飞机如其遇会 由于国内还有许多紧迫的事情要做 晚上就飞回北京 还需要十个小时 一共要在路上花二十个小时 我刚才在会晤开始的时候就说 我是带着诚意 责任和信心来的 这是心里话 也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中国人讲求言必信行必国 无信不利 帮国之交只于信 我以为发展中欧关系也要遵守这个原则 针对国际上对中国作用的各种议论 温家宝指出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列 愿意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绝不谋求霸权 以两个国家或大国集团 不可能解决全球的问题 多极化和多边主义是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 有人说 世界将形成中美共治的格局 这是毫无根据的 也是错误的 会见记者前 中欧领导人共同出席双方有关文件的签字仪式 当天温家宝还会见了捷克总统克劳斯 温家宝说捷克等中东欧国家 是最早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 终结关系有着良好的基础 建交60年来 友好合作始终是终结关系的主流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对结关系 珍视终结传统友谊 愿与解放一道 以两国建交60周年为契机 推动终结关系迈上新台阶 克劳斯表示 捷克将中国视为重要合作伙伴 愿同中国加强各层次各领域交流合作 随后 温家宝会见了捷克过渡政府总理菲舍尔 温家宝说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 终结加强交流与合作尤为重要 终结合作潜力巨大 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终结关系必将迈上更高台阶 菲舍尔表示 捷克将以两国建交60周年为新的里程碑 推动结中关系在新形势下取得更大发展 会见后 温家宝离开布拉格回国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在捷克举行的 第11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后 于今天上午乘专机回到北京 温家宝总理的主要陪同人员同机抵径 新华社消息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签署第555号第556号国务院令 第555号国务院令公布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 自2009年10月1号起实行 第556号国务院令公布基础测绘条例 自2009年8月1号起实行 政协第11届全国委员会第15次主席会议 今天在北京召开 会议决定6月16号至19号召开政协第11届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6次会议 建议这次常委会议的主要议题是 围绕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保障和改善民生 促进社会和谐问题建言献策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审议通过了第6次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 日程和有关人事事项的决定草案 原则审议通过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授权主席会议对违纪违法委员及时做出处理的决定草案 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提醒第6次常委会议审议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杜清林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钱韵璐 分别对有关议题做了说明 会议强调 政协11届六次常委会议是全国政协的一次重要议政建言活动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是当前党和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工作大局 也是人民政协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主攻方向 开好这次常委会议 对于促进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 对于进一步团结动员人民政协的各级组织 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 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做贡献具有重要的意义 会议指出 这次常委会议议题设计面广 要密切协作配合 充分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积极性 努力出精品及时限量策 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重要参考 要注重成果应用 增强议政建言的建设性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提高常委会议的质量和成效 展示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能力和水平 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创新精神 做好会议的筹备组织工作 改进会议服务 努力营造民主协商平等意识的氛围和条件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 今天在财政支持新能源 与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发展 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把保增长扩内需 与调结构上水平有机结合起来 把握世界产业技术革命的新趋势 针对我国经济运行中遇到的新问题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在听取地方和企业同志发言后 李克强说 去年下半年以来 连续的国际经济环境 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 出台了扩大内需 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 目前这些政策措施初见成效 经济运行出现积极变化 但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扩散和蔓延 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在加深 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经济复苏过程可能是曲折和复杂的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要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 也要稳定外需 还要面向未来开拓潜在市场 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 是刺激消费增加投资 稳定出口一个重要的结合点 也是调整结构 提高国际竞争力一个现实的切入点 应当重点加以扶持 力求取得突破 李克强指出 在新的形势下 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用世界眼光观察问题 从国情出发统筹谋划 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 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 要健全财税政策 完善体制机制 促进新能源技术产业化 并加快改造传统产业 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品和服务 扩大终端消费 培育新兴市场 李克强要求 进一步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管好用好政府支出 发挥好财税等措施 在扩大内需 调整结构 改善民生中的作用 努力实现保增长 保民生 保稳定的目标 今年中央财政对我国新能源 与节能环保产业 投入资金总规模 达到了604亿元 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产业 正逐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今年一季度 内蒙古就有五个 总规模70万千瓦的 风电项目并往发电 全区风电装机容量 突破300万千瓦 风电规模位居全国第一 新出台的国家 对20万千瓦风电项目 给予电价止补的优惠政策 当地在征用草场方面 提供了便利条件 这都给我们 很大信心的投入建设 随着国家太阳能屋顶计划的实施 今年1至4月 江苏太阳与太阳能热水器产品的销量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70% 生产能力达到了200万台 刷新了企业10年间 产销增长速度的记录 我们江苏省就出台了 在新的建策上 强制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的这么一个政策 对我们市场的这个 帮助非常的大 据财政部消息 从2007年到2009年 中央财政共安排 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产业资金 1300亿元 带动全国太阳能光热建筑应用面积 达10亿平方米 带动风电装机容量 累计超过1200万千瓦 位居全球第四位 国家还支持了1664个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节约5000万吨标准煤 武汉大学 华北电力大学 重庆三峡学院 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 进一步明确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使命和责任 着力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和水平 武汉大学在学习实践中从大局上找准发展定位 提出把在科学发展的新起点上 办好人民满意的大学 作为学习实践活动的载体 以科研服务人才支撑 加大服务社会的力度 武汉大学在学习实践活动中 根据创新性国家建设的需要 把教学 科研 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 社会服务结合起来 力求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这是我们更大的贡献 华北电力大学在分析调研中 面向世界新能源研究和国家产业发展趋势 在整合原有优势学科资源基础上 积极构建新型学科体系 使学习实践活动有了具体抓手 托展 分电 核电 水电 新型专业 大力发展 生物资能 太阳能 新型学科 成立了国内第一家可再生能源学院 把国家新型能源战略发展的需求 作为我们的办学目标 重庆三峡学院在学习实践活动中 将学校发展与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 有机结合 提升办学实力 我们组建了近百名的教授博士服务团 服务库区 同时我们与万州的各大中心企业 联合组建了科研的研发基地 中心和院所 以共同推进我们三峡库区的可持续发展 中宣部今天公布第四批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其中包括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诞生地纪念馆 南京云锦博物馆 冰心文学馆 湖南雷锋纪念馆 512汶川地震遗址 遗迹及地震博物馆 四渡赤水纪念馆等87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北京市卫生局通报 5月20号北京市报告一例假型HNE流感确诊病例 这是北京市第二例 我国内地第五例输入性确诊病例 这名患者为男性 21岁 加拿大籍华人 目前就读于加拿大多伦多某大学 患者于5月16号下午乘坐AC031航班 从加拿大抵达北京 目前这名患者病情稳定 密切接触者已接受医学观察 无异常临床表现 卫生部已决定在全国增设119家流感实验室 为全国流感监测网络实验室 增设167家医院为全国流感监测少点医院 要求上述医疗卫生机构 自即日起开展假型HNE流感监测工作 并要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立即组织开展监测工作的师资培训 向新增网络实验室分发检测试剂 做好监测方法标准化和质量控制工作 今天发布的中国工业经济运行2009春季报告认为 工业经济继续保持积极向好态势 增速有望超过一季度 预计下半年有望达到10%以上的增长水平 我国限速令实施一年来 全国商场超市塑料袋使用量下降80%以上 减少塑料消耗27万吨 相当于节约石油160万吨 今年6月起 国家将在全国开展限速专项行动 对违规生产销售使用超薄塑料袋行为 进行严肃查处 全国质检系统日前启动专项型 对电子计价秤 加油机等计量器具 在生产使用中存在的无证生产 销售伪劣 计量作弊等违法行为 进行查处和整治 广汽集团和长丰集团 今天在湖南正式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这也是我国汽车产业振兴规划 公布之后的第一个战略重组项目 今年起国家电网公司将用12年时间 对现有电网进行智能化改造 提高电网节能效率 到2020年全面建成统一的坚强智能电网 福建炼油乙锡一体化项目 新建的年产800万吨长减压装置 日前正式投料试车 正式投产后 将使得福建炼油乙锡一体化项目的炼油能力 从现有的每年400万吨 扩大到每年1200万吨 今年北京市将选聘2600名高校毕业生 到社区工作 其中600人将从即将到任的 2006年大学生村关中选聘 他们将按规定享受工资奖金待遇 以及基本养老 医疗等社会保险 符合条件的非北京毕业生员 被聘用后可办理北京市户口 一种空中多功能自主飞行机器人 最近在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制成功 这种机器人可用于灾情调查救援 在完成实战演习后 可以小批量投入生产 芬兰总统哈洛宁20号在总统官邸 会见了到访的中央军委副主席 郭伯雄上将 哈洛宁表示 中国在芬兰的外交政策中 始终处于重要位置 双方合作潜力很大 芬兰各界期待着 同中国开展更多领域的合作 郭伯雄说 中分关系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 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扩大 中国是芬兰为可信赖的朋友 愿进一步推动两国两军关系向前发展 俄罗斯总统梅德维杰夫 20号会见了正在莫斯科 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第四次安全会议秘书会议的 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 梅德维杰夫与孟建柱就中俄关系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 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双方一致同意 增强政治互信 加强战略协作 深化务实合作 不断推动两国关系再上新台阶 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下午 世界卫生组织确认 全球41个国家 共有11034例 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 其中包括死亡病例85例 墨西哥卫生部20号证实 墨西哥全国甲型H1N1流感确诊患者 上升至3892人 其中死亡人数升至75人 日本政府20号确认 国内甲型H1N1流感确诊患者267名 其中多数是在校学生 甲型H1N1流感已扩散到日本首都地区 我国外交部网站今天发布消息 提醒在日本及计划赴日本的中国公民 充分做好个人防护 如出现症状 应及时联系当地医疗机构 并与中国驻日本使领馆保持联系 印度总统帕蒂尔20号 正式任命看守内阁总理 曼莫罕辛格为新一届内阁总理 并授权他组建新一届政府 目前以国大党为首的联合进步联盟 正在紧张讨论新内阁组成人选 新政府中一些主要部长职务 仍由国大党人士担任 按计划辛格将于22号宣誓就职 成为连任总理 伊朗总统